這個問題我遇到很多次 所以就今天來跟你們說一下 我自己是怎麼錄到遊戲音跟童話音的 作為iOS和安卓都用過的人 我之前用安卓是只能錄到自己的聲音和遊戲音的 就有一次聽說iPhone級上次有這個雙麥克風的配置 所以我後面就都用iPhone了 首先去App Store裡面下載這個WePlay 下載完註冊登錄以後 底下有這個語音坊 上面有一個加號就可以創建坊間 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不用其他的語音程式來錄製 那也不是所有的程式都可以錄的 因為隱私權 所以有通話錄製需求的朋友就可以選擇這款App 記得把桌下角的收音鍵盒麥克風打開 不要問問為什麼 那你們準備錄製的時候 記得常按這個螢幕錄影鍵 底下這個麥克風是要打開的 不然自己的聲音是收不進去的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遊戲裡面語音 那一樣就是確保自己的麥克風有開 以及遊戲的收音和麥克風都打開 然後遊戲的聲音也要調小聲一點 然後確保雙方都有聲音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 然後 感谢观看